我们现在要来进行Duneword文书预见训练TripGPP时 早上我们已经介绍到 其实TripGPP它是透过一个app叫Grammarine来去做翻译 我觉得它翻译已经算是我现在看到像Google Translation 我觉得比它还要更好的一个翻译 那我现在呢要跟各位来继续分享 假设我现在我已经翻译好了 所以早上我有贴给各位翻译的内容 那现在有发生了一件很重要 而且我们一定要能够想办法解决的事情 就是检验它翻译的内容到底翻得好还是翻得不好 我要告诉各位 你如果说今天你真的要把自己的计划翻成英文 它翻译完毕了 你一定要懂如何来去把这个翻译的内容做验证 所以我现在马上就要跟各位分享如何做验证 可是前提是假设我根本看不懂英文 或英文的底子就是不够 那黄论说我今天我要把这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 虽然我也已经下达这个语言的创作必须要用母语 你要知道母语跟非母语英文的用字潜值就会差很多 所以为了要去做验证 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说我会把这个英文拿去再做翻译 翻译成中文 我看得懂中文吗 这是我的前提 所以我把这样子的内容复制 因为刚刚我也复制贴给你们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去 拿去这边 请它翻译成中文 好 我刚刚介绍到到TripperGPP 我会把我要翻译 翻译的就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内容 我会加两撇两撇把它标注起来 那当然刚刚我下的是什么 是以中文 我刚刚是下以英文做论文专业翻译 那当然现在我就要把它加在我的这一段前面 以翻译中文 翻译中文 做论文专业翻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一个 我会把最后面这个请确保是最好的翻译结果 而且要让专家以为是中文 繁体中文母语的人 撰写出来的英文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确定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看一下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前社会环境提出许多重要的挑战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好 现在重点是我要来去跟谁做比较 我要拿它来跟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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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落 来去做比较 来去做比较 所以复制 请比较 请比较 以下 两个段落 的差异 这是第一个段落 我这边我会用就是Shift加Enter 强迫换行 让它知道这是下面这个段落 跟这一段 21世纪 好吧 它将让我整个复制 复制 然后贴上 这个是第二个段落 这个是第二个段落 下面这全部都删掉 好 然后 然后 定 比较 哪 一段 贴上 美容 叫优 叫浅 好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样子 你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这是它比较后的结果 你觉得呢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我的TripGPP 我已经用了它很长一段时间 做过非常多的一个比较 所以我等于说 我的描述 它会精确的抓到 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以及按照我所提供 请它做哪些指令 它会忠实的去做出来 你看它在这边讲说 两个段落内容基本完全相同 有看到吗 只是表达上使用了 不同的数字和格式 并无太大的差异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点像 有点像数字跟格式的差异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稍微了解一下 它这边所指的是什么 所以它说从语言和结构上来看 两个段落表达相当专业和清楚 然而第二个段落使用的是 阿拉伯数字表达 二十一世纪 你看它连这个差距都找得出来 确实我这边是用中文二十一 然后这边是用阿拉伯数字 对吧 好 那它连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差异都找得出来 那我想我想基本上这个翻译应该做得还不错 因为你要知道说当中文翻译成英文 你绝对那个原意是不能改变的 至少它现在做到了这件事 同意吗 这就是翻译它最重要最重要的意思 你不能说经过了一个语言翻译 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为了什么某一个国家的什么国情 我就把它翻得就是就改变了它的原意 这样是不对的 它的原意一定要维持一样 那在这边它有写到 第二个段落在表达上更加流畅 使用了一致的资源溃乏 它的意思 我觉得第二个段落 因为只要是经过机器改写 它一定可以做到更一致性 好 不晓得各位 好不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句话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边至少 我已经成功的完成 完成所谓的翻译的检验这件事 而且得到的结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去看 TRAP GPDRS在翻译上面做得还不错 那我现在我想要再增加内容 所以我现在我先贴 我现在我先去我原本的word 好 这个是题目 我就先把它稍微修改了 引言 我想把这个引言 改成叫做简介 它不是abstrate 它应该是简介 introduction 然后这些我就全部删掉了 那因为我想只要留中文就好了 所以我英文 只是为了凑字数 好 所以我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简介 重要性谈完之后 是不是去谈各国各国所遭遇的问题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有列了一些问题 在接下来 气候变迁的问题 再来经济发展的问题 然后那用什么方法来去解决 算了 这些等一下 我都想要教你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结论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谈的是原理 就是到底这件事情 它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看看有可能我们应该要怎么解 怎么解释发生的一个原因 我们称之为叫race nail 就是原理 那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这边 这只是我 我稍微先列举的段落 因为 毕竟还是要教长文件 然后接下来 就是要去谈material and measure 就是材料与方法 再来就是会有 基本上会有一个result 以及discussion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最后面 我是不是会有reference 只要留一个就好了 请问一下 我看还是给你们中文好了 这叫讨论 然后这叫结果 这叫材料与方法 好 因为我想要先 我想要先教你们 就是说长文件 它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里面的材料与方法 下午的网络好像没有上午好 那我们就把这所有的内容 复制 所有的内容 然后打开一个word文件 然后去进行贴上 例如说新增 例如说新增 空白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做选择性贴上 其实主要是为了贴这个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般的文字 贴进来之后 我们现在我们要稍微先讲一下我们的一个一个word的长文件的制作 首先各位应该要知道就是这应该是我们的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论文的题目 所以我会刻意的使用它这里有一个叫做标题 因为它不是标题一也不是标题二 它是标题 然后接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标题一 所以请把简介改成标题一 那相对的 这个叫做内容 因为当你贴上去的时候 它会先预设为全部都是内容文字 所以请把它改成是内容 而内文 这也是内文 因为它是预设的段落样式 所以你这边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它就是内文 再接下来这也是内文 好 那要到要到这个地方 原理 原理它是标题一 然后接下来这四个叫做经济成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绿能 减碳 经济发展 这都是标题二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是标题二的原因 再来材料与方法 这是标题一 然后那个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到绿能见解 好 这都是标题二 再来结果是标题一 然后经济发展这三项是标题二 再接下来讨论 它是标题一 然后后面这三个是标题二 再来参考文献也是标题一 那至于下面的这个全部都是内文 好 当你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请你们 因为每做一件事情你们就要学会验证检查到底你设的对或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把一篇文章的一个纲要去调列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导览 这个导览视窗有时候会被关掉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如何把它打开 你要在导览里面看到正确的纲要 才能够知道说你调整的是对或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它放在检视底下的功能窗格 所以麻烦请点选检视底下的功能窗格 去做导览的开与关 当然啊 你在导览这边右边有一个关闭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然后你再透过检视底下的功能窗格去开启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一个 因为我们是这个文字创作的主人 好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几个大项目 像简介 introduction 然后接下来是relationale 原理 接下来是材料与方法 还有结果以及讨论 最后就是参考文献 那请问一下 在台湾很多的计划 或者是假设你去投稿的论文 他要求你标题一是大写的那个字 如果因为在我所接触到 那个就是政府机关他的那个标案 他要求的文章就是投稿的 例如说提案的文件 标题一都是大写的一二三 那个很多笔画的那个大写一二三 然后可是呢 他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有这个叫做标题一 底下有一个叫做标题二 他会希望是阿拉伯数字的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 一之四 那像这个是大写的二 对不起 应该是大写的三了 那这就是三之一 三之二 三之三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我现在所讲的三之一 三之二 三之三 又是阿拉伯数字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不可以一项一项的来去输入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它里面有一个字式样式的调整 举例来说好了 我所有的字型应该都是标题 这不管你走到哪里 只要你去投稿 就是中文只有一种字型 就是标题 英文都是times new remain 好 没有例外 那如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格式设定 而且不是一个段落设一次哦 是同类型做一次性设定 那怎么做这个修改呢 首先我要把所有字型改成标题 所以在常用 在常用 请各位一定要知道 沃德里面常用的功能 常用底下的所有功能 你一定都要会 如果常用底下的功能 你有不熟 那就代表你对这套软体的使用方式 是完全不正确的 请看 样式 样式 它是不是在常用底下 它的重要性 如同储存档案 它的重要性 如同这个常用底下的 减下复制贴上 可以了解吗 才会放在常用底下 可是 真的 真的要请各位 当你今天你要记住 我现在说的内容 当你今天在做重复性工作的时候 你就要去询问 ChipGPT 有没有更快速 更自动 更只要做一次 就可以完成的方法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记住 至少你不问ChipGPT 你要问老师 可以吗 或者是请教专家 绝对不要把我们的人生 浪费在去跟机器抢工作这件事 而且你做的绝对没有机器来得好 因为重复性的工作 为什么不交给机器来去做 这就叫自动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要把所有的字变成 就是标凯体 它的正确的做法是 在常用底下 有一个内文 所以用滑鼠右键 点选内文 点选样式里面的内文 然后修改 请注意 内文 它这边有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一个设定 就是后续所有段落 后续段落 就是标题一标题二 或者是那个页首页尾里面的设定 全部都是依照内文 所以 因为它有这样子的设定 所以我只要修改内文 就等于把所有的样式 都改成字形式 不要开提 好 所以格式设定 点选 往下的三角形 不要开提 那我个人 我个人不喜欢用十二字形大小 给大人看的字 建议放大一点 可以吗 好 所以我 我连标题 就是内文字 我都希望请大家 设成十四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它是内文 然后设成标题 十四 其实 其实 我个人 我个人 还有一个地方 希望你们 也去设定 但是 你也可以不设 就是它的字形 这边 字形 这个字形 麻烦请设定为 times new remain 它所指的是指英文 st 直接打一个t t 直接打times new remain 直接打times es 就是中文字形 请设为 标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又没有告诉你说 英文或数字 但是 它所指的就是 中文字形 以外的字形 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好 我全部都使用 times new remain 毕竟 times new remain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英国 英国报纸 它用的就是 times new remain 这是大家英文 最常看到的字形 但是不是最好看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中文字形 请统一 因为我只为了统一 你不要一下用 那个繁体中文 里面的字形 用标凯体 新细名体 或者是 其他的什么 受精体 这样子换来换去 其实不好 所以在字形里面 中文标凯体 英文 times new remain 然后确定 确定 那当我修改好内文 你会发现 所有就除了这边 但是你这里面 全部 全部 像上面这个标题 也改成 也改了 接下来 那你会说 这个为什么没有改 因为它是标题 一 内文 它是不是改掉了 内文 它是不是就改掉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 因为它没有改 所以我们 稍微手动 来去 一次性修改 所以滑鼠右键 修改 那我觉得 重复的内容 不需要这样一直交 所以我要将你另外一种 一次性把所有标题一样式 一口气把它全部修改好 例如说 这个 这个段落 麻烦请先选起来 这个叫简介 第一个标题一 选取起来 然后请把它改成标题 然后 假设 假设我们就用26好了 26 然后 接下来呢 当我们设定好 它是那个26标凯体 自行的时候 我心不希望 每一个标题一 就是这个结果 它也要改成标凯体 的26自行 对不对 好 所以 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好 就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点选 第一个更新标题一 以符合选取范围 这个标题一 绝对会改成 它已经被我手动改了嘛 可是 我要的是全部一起改 你看原理是不是也改了 是不是也是标凯体 26自行 当然 每一个都是 你要记住哦 像这样子的做法 才是对的 那 没有例外了 就是说 那个 假设你今天要手动 一个 假设有六个标题一 你就要改六次 这种方式 你一定要 一定要写信来问老师说 有没有更快的方式 可以吗 那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那所有的标题二 标题二 一样要改成 例如说 多少 我改成标凯体二十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标题二 修改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个内容 请把这个内容改成 格式设定里面的 字形改成标凯体 然后 字形大小设为二十 自动更新 麻烦请打勾 自动更新打勾 它就会把每一个 只要是标题二 都一起做更改 好 确定 那你去看 刚刚我是在讨论里面的 标题二 然后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这个是 材料与方法的标题二 是不是也修改成 标凯体二十 好 这都是一致性 只是 你会说 内文 我要去做 一致性设定 一次 标题一 为什么我也要做 一次性的 一致性设定 一次 为什么 因为它两个就是存在不同的样式定义 可以吗 好了 那现在我要再介绍 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简介的前面 很多人要放的是大写的一 然后 这个原理的前面要放大写的二 很多笔画的那个二 大写二 然后这个前面要放是二之一 而且都是阿拉伯数字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教你这件事了 现在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好 首先 首先 这个叫多层次清单 在常用底下多层次清单 常用底下多层次清单 请问一下 一篇常文件 一份常文件 是不是至少要做一次的这个就是多层次清单 对吧 所以它也放在常用底下 可是您到底用了几次 好 我说这二十年 如果你用我的二十年 你用了几次 当然有可能你连常文件都没有去那个制作顾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多层次清单太重要了 好 因为最多别人问的问题 这个就是其中第一个 来 请点选 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因为像这边没有一项是符合那个标题一是大写一 标题二是一之一这样子的内容 对不对 好 所以都不是这个清单库中内存的预设 所以就要点选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点选新的多层次清单 建议请把更多打开 这就是一个完整 首先我们先看一 一当然所指的这个阶层一 就是我刚刚讲的标题一 所以他要将现在的这个设定 套用给阶层连接的标题一 这个一定要设定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多层次清单的一 所指的是标 那个我这里样式里面的标题一 好 然后接下来我的呈现 我要呈现是那个很多笔画的那个一 所以请在这个地方修改 修改成这个 这个一二三 那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它是繁体中文字 它跟后面的简介材料与方法 原理中间 我们不习惯是用空笔 我们会习惯用笔号 用什么笔号 来去间隔 就是标题 与 内容 答案是顿号 所以麻烦请在后面 补一个中文字顿号 可以了解吗 英文 英文我知道 有空白的使用 你看中文字 有没有使用空白 没有吧 听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他又必须要补那个顿号 我应该不用教你们顿号怎么打出来吧 谢谢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这不是规定 可是好像大家都知道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会加这个顿号 而不是放空白 那什么时候可以放空白 像比如说阿拉伯数字后面 英文字后面 我们就很习惯看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这个顿号是有意义的 接下来 请 这个一 我们就设定好了 所以 我在这 请你们检查 只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重要 对了 有没有人会把 这个一 是灰色的 一 有看到吗 它有灰底 它有灰底 应该不会有人把它先删掉 然后再打 补打 这个大写的一 如果你自己打上去的这个一 它等一下全部都是一 如果它是灰色底的一 它等一下就会在 适当的位置 数字自动变更 那如果不想去删掉 然后又再打 那你就再把它加回来 就是 如果 假设我现在 我就真的把它删掉了 删掉了 好 请问你现在要怎么办 好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重做 新增 重新做一次新增 你听得懂我意思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反正 反正 它没有规定 你只能定义一次多层次清单 对不对 反正只要正确定义就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灰色的一不见了 不见了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灰色的一 灰色的一好像是包含 跑到哪里去了 就是 就是你这边 你这边 你再 再补回去 补这个 这个阶层的数字样式 因为本来 本来这边被删掉了 删掉 然后你就开始打字 对不对 那你就把你刚打字 都删掉 然后在这个地方 重新去补 补这个 一二 大写的一 好 它是不是又回来了 然后在它的后面 这个顿号就是你必须要打上去的 因为顿号不管是二或三的后面 都是放相同的 只要是相同的 你都可以加顿号 都可以自己打 自己输入 然后接下来 请注意 你只要先帮我注意一下 这个一 一定要设定 我想应该已经设定好了 二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这个 阶层二 请把 将阶层连结字 请把它改成 标题二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再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 现在是 大写的一 点一 这个 大写的一 就是阶层一 就是标题一 那个阶层 那后面的 这阿拉伯数字 是 这一节 可以吗 好 章跟节 是不一样的 所以前面 这是章的编号 后面 这是节的编号 然后 因为我们会希望 它是阿拉伯数字 很神奇的 只要 秦米扁 法律样式 编号 打勾 它就变成 这个样子 再接下来 请在它的 最后面 一定要输入 空白 为什么要输入空白 我想 你们 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说 我希望 那个标题 标题的内文 谢谢 标题的内容 它要跟前面 的编号 有区分 只是为了 这件事而已 但是因为 我们习惯上 中文字 不加任何空白 我从来没有看过 那个 就是 中文字里面 有任何地方 出现空白 除非那个字 是打不出来 签字版印刷 打不出来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之一 我们是不是做好了 我们顺便把 那个 一之一之一 也做好 对了 刚刚一定要请各位 检查一下 二 这边 一定要设成标题二 再来三 三 麻烦 一定要把 这个阶层连结 字样式 设为标题三 然后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请勾 法律 样式 编号 再来 在最后面 补一个 空白 好了 确定 因为我想要 独立的教你 独立的教你 这个东西 怎么往左边挑 因为我们习惯性 都是从最左边 可是其实刚刚 那里面 也可以调整 好 请问介绍到这边 这是 这是 今天里面 我觉得 比较困难 因为 这是 每一次都会有同学问 好 然后 然后 除了不会编 你看 一 一 里面 我想没有问题 二 二 然后 二 之一 二 之二 之三 三 三 之一 三 之二 三 之三 我们来创造一个 我们来创造一个 我们来创造三 就是 这个是方法吗 这是方法 我们来创造一个标题三 好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转型 复制 然后 因为这是方法 所以我们会 放在 这边 好 按一下 Enter 贴上 然后 请把它改成 标题三 可以吗 它就变成 绿能见简 底下 它是三之五节 然后底下的什么 这个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转型 三之五 之一 那既然有 之一 就会有 之二 好 一样去 简介 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然后 一样放在这边 贴上 这个 放在这个 贴上 然后把它 定义成标题三 再加一个 好了 放在 它的后面 贴上 然后 标题三 好 请问一下 你这样看 基本上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 它的 编号 我想也没有问题 但是 接下来 很多同学问说 我能不能把它都改到 从最左边 从这个地方 开始 好 那 如果要做 这件事 如果要做 这件事 我比较 不倾向 你选到 它 然后再去 透过这边的调整 然后再整个把 标题二 更新 更新 以符合 全部的标题二 都是这种样式 我比较不倾向 你这样子做 但是 高手 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 我比较 倾向的做法 是这样子 先选到 任何一个标题二 然后修改 修改 接下来呢 针对它的 因为 你要段落 调整到最左边嘛 对不对 你要段落 调整到最左边 所以 这个 这个 前面 我不要 我不要中间空了一些 我要到最左边 所以呢 这是不是段落的调整 所以在格式底下 找段落 然后接下来 请把 这边有看到 左搜牌 请设为 零 还有 我个人 其实不太喜欢 多行 英文的 多行 跟中文的 多行 它在那个 大小上面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建议 只要改成 1.5倍 很高 我不知道 我们 就是 就是 政府机关 叫的报告里面 只要用到中文字的 几乎都是 1.5倍 很高 而不是 3 那3 真的是 英文 很适合 好 确定 确定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5-1 5-2 5-3 是不是靠到最左边去了 当然 3-1 3-2 3-3 是不是也靠到最左边去了 可以吗 你们满意这样子的结果吗 大概已经完成一半 就是我认为最困难的 其他都很好玩 还有 你现在怎么多层次清单 你去问TRAP GPT 他讲的内容 你根本就不会做 但是我再一次的提醒你 就只有这个 就是你要把它对应到标题 几 把它对应好就可以了 好了 那请问这个你会不会设定 我就快速设定完标题3 我要从最左边开始 所以滑鼠右界 选标题3 修改 接下来格式 段落 然后请把 本来标题2是0.75 这边已经变成1.5 我不想要连续点往下15次 所以直接选到1.5 把它改成0 然后行距 行距 1.5倍很高 确定 确定 对了 对不起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3 有看到吗 字形 修改 因为 所有的中文字形 都是标凯题 不管它是标题 还是内文 所以请修改 把这个字形改成标凯题 只要比20小 还有14大 都可以 因为20是我的标题2 标题3我设到18 OK 好 确定 好了 那以上是项目符号 项目符号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 当我今天我标题设定好之后呢 就是我的下一步 我想再继续加点内容好了 顺便教你CHEP GPT 它的应用 好 那首先 首先 我刚刚是先这样子使用 我应该是在这 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在 Chrome浏览器 我就去搜寻 搜寻 因为你看 我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要放一个表格 那 在搜集资料 这个部分 我想 Chrome浏览器 这很棒 可是我希望说他能够整理把它变成一个表格 这CHEP GPT就做得很好 所以我现在要展示 CHEP GPT这边做得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表格的生成 而且是有内容的 好 那所以我在这边 我就直接搜寻气候变迁 Paper 然后找到了这个 IPCC 气候变迁 第六次评估报告之科学重点栽入 可以吗 这是跟台湾有关系的 或者是请你们现在能不能搜寻一下 请你们搜寻一下 IPCC 气候变迁第六次评估报告 就打这几个字 应该就可以搜寻到了 可以吗 打前面这几个字 然后点它之后 就会跳来这一份文件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用AGE 我就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搜寻了 对吧 因为AGE它的FIN CHAT 它就是在浏览器下面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你这样也可以了解 其实我们在搜寻资料 几乎都是用网页 搜寻网页的资料 举例来说 请调列全台湾十大开心医师 然后分别栽入哪家医院 医生姓名 然后科别任教哪个学校 还有医生姓名 什么等等 他就真的帮你去收集 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想你应该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好 我想问你一下 例如说 在这边 台湾地区历史观测趋势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叙述内容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叙述内容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用表格的方式来去呈现 我想会更容易阅读 我不晓得各位理不理解这件事 甚至你现在为给他一个表格 可不可以请他深层条列文字说明 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有些人写报告 就是表格附上去 你还要去解释这个表格 对吧 所以既然他深层这么容易 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机会 好 那你看一下 他这边他讲的内容 大概你可以把它摘要出来几个栏位 举例来说 这边 假设你连这件事都不想要去分门别类 就是粉顿一切交给他 请生成一个表格 你看他会做成什么样 都可以 你可以去挑战他 我觉得他会做得不错 就是根据什么中央气象 好这个是 这是来源 接下来就是 绵 绵 然后这边是结果 结果 结果 以及复注 那相对的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年 叫时间 这我讲时间 再来就是结果 结果 然后复注 听得懂吗 好不然这样子 这个 这够乱了吧 我选择这个 台湾地区未来气候趋势 推估 请问 你是不是可以选到这样子的内容 不好选 你信不信 你一定会遇到不好选 如果不好选 你要怎么办 反正 先教你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当你真的遇到 选都选不到 因为 你应该知道 Acrobate 它可以把PDF的内容锁起来 不让你 不管按任何一个案件 来去做选择 对吧 好 所以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去问 CheckGPT 一个就是写信来问老师 可以吗 那还有没有第三个方法 有啊 去问Google大神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反正 黑猫 白猫 花猫 什么猫 都无所谓 你能够解决问题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选到这个内容 复制 重点是 我要放到这里面 好 一样回到 早上 这 这都是早上 我所有的 提问 我都收集在这边 请 请整理 请调列 请整理 成一个表格 和分别有 分别有 期间 就是 结果 等一下 他讲的是什么 算了啦 反正 随便他去整理 我们先看看 他整理成怎么样子 请 整理 请将 以下 资料 整理成 一个表格 好 然后 我加两匹 贴上 两匹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内容 就全部贴给你们了 可以吗 我这边有加两匹 好 我就贴在 这个地方 贴在 Teams 里面 贴上 可以吗 那我们来 见识一下 他的 资料 整理 好 你们都没有 哇 不觉得他很厉害吗 你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你怎么看 听得懂吗 你要给老板看表格 不要给他看内文 如果说可以 你就要给他看统计图 他又更胜过于表格 同意吗 不同意就算了 去年我有在线上教过 Power BI 我有教过你们 Power BI 他真的是可以很快速的 去做统计图表 而且你如果在搭配 code interpreter 就是checkGPP里面的一个新功能 你就变成 开始打指令 先喂给他资料 喂给他资料之后 请帮我生成 什么什么直条图 如果你如果说你连你要他生成什么直条图 你都不知道 你就请他就是说 请先帮我做资料清理 而且请告诉我 你做了哪些资料清理 再来你经过资料清理之后 哪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你先做自动分析 然后请你摘要出来结论告诉我 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清理也请他做了 分析也请他做了 然后你再看到很有趣的 你再请他画那张图给你看 以后真的会变成 这样我还要找一个资料分析师吗 本来我还认为 哇我大数据分析 我可以做名侦探柯南 好应该叫名侦探孙再阳 对不对 现在一个co-interpreter 可能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是我很希望要告诉很多的人 你要会应用他 然后你一定要验证 你怎么知道他算出来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他告诉你是错的 你怎么知道你要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去 我有能力去验证 他到底算出来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而且我还会去追问 请问一下 你设计的函数是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就不会问这些细节 好 那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变成他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看的 因为你去看 通常我们在看内文的时候 如果很多 请问中文里面 你看到的英文跟数字 应该就是重点 对不对 因为最多的是中文 如果突然出现数字 那是属于少数的 那个一定是重点 同意吗 同意 然后再接下来 你看这里面 这么多 他是不是有讲高温36度以上 然后那个最大一日暴雨强度增加 有看到吗 这两项 那我就会去看说 他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 这是不是就可以去让我们快速的去掌握到 他在讲说那个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这样理解吗 所以表格真的会比文字容易阅读 好 重点 我要这个表格 所以 你们应该也是产生出来一模一样吧 好 那我还是要扣给你们 好不好 因为重点我是要讲说 反正这件事情 我真的做过绝对不是一次 我在设计教案的时候 这都要花心思去思考的 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理解 我光这件事情我做过多少次 我先抠到我们的这里贴上 不会 那只是因为 我应该讲更清楚一点 刚刚这位学姐 她讲的内容是说 现在你看到它跑掉 那是因为网页有排版 排版的限制 你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等一下你去word 它那个word也是排版 所以你就会看到好像都接起来 只是排版 如果你看到是乱码 这才会有必须要询问 否则排版我觉得还好 好了 然后我先贴给你们 然后麻烦请你们这边 这个 从这边 选到最后面 不好选 那这样子好不好 这边 有一个 它是零级的 没有复制 其他更错 可惜它就没有复制 复制 那是复制零级 储存此讯息 储存此讯息 也可以 但是它会先变成一个文字导 你要再打开那个文字导 再去全选它 我就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 那就还是秦门乖乖地从这个以下的语左边选到最下面 然后复制 滑鼠右键点这个全渠道范围复制 然后秦米贴到word 请你贴到刚刚我们word word我觉得可能应该放到简介 简介 简介这里面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容 是 我们这个内容是 全球 等于说气候变迁的一个最恶劣的情境 好 所以我想先放在这个位置 我想要放在简介里面的 简介里面的 这个 这一段 英文字的下一段 然后贴上 然后直接选择 我贴 我都习惯只贴 只保留文字 不对 如果用只保留文字 用贴上 好 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合适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把它 把这些段落变成表格 对不对 所以来请把这些段落寻取起来 这些段落寻取起来 那段落可不可以变成表格 当然可以 这就是现在我们来去看 如何去做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插入 表格 然后文字转换为表格 在这边 在插入底下 有一个表格 然后请选择文字转换为表格 然后请问这个栏数 一二三 他只有三栏啊 我看一下 刚刚我们这边是只有三栏吗 真的 好 那我们就变成三栏 那因为我们的一个 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这一个符号 那这个符号呢 所以你要打在这个其他 这个符号在 我这边是那个 backspace 回车键的下面 可是你要加一shift的键 可是他这边 他会变成五 我们先按一下确定好了 我再调整一下 插入表格 文字转换成表格 有不起是一二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我会比较倾向用我这边 因为我测试的时候 是这边复制 这边复制嘛 这个copy code 然后接下来到word这边 我去做贴上 然后是 是 这边 去将段落 文字转换成表格 用这个符号 好 确定 固定 自动调整成 视窗大小好不好 不晓得为什么 它都会 都会变成是五栏 但是第一栏 刚才发现 文字的最前面 刚才有一个线的关系 对 所以变成我们必须要手动 把这一栏 删掉 你看一下 我先还原 还原 再还原 你看一下 那这边 这边 这边 我们先把这几个段落选取起来 请这样操作 选到这几个段落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做插入表格 文字转表格 然后接下来 只要把其他改成直线 就是这个直线 然后接下来自动调整成 视窗大小 这边你就用预设 它给你五栏 就是五栏 确定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产生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都不正常 所以我们就只好还原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就要去检查 你看它的第一段有 一二三四 第二段也是一二三四 所以我建议 因为显然这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符号 所以复制起来 把前面全部三个 因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一二三四四栏 好 来 我来试试看 选到这边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 快拍是这个直线 它并不是我建篷上的这个符号 好 选到它 插入表格 文字转表格 自动调整成视窗大小 视栏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把第一栏 删掉 来 请把第一栏删掉 那就简单了 滑鼠右键 连选第一栏 然后这边有删除栏 好 然后接下来 针对这个表格 针对这个表格 因为表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用预设 千万不要在那边手动 花太多时间来去调整 但是有几个表格的功能 你是必须要知道 首先 首先这个表格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格式的调整 像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合适 这上面是标题 所以这里面的格式 比如说我改写 改成这个蓝色 然后再来 它的这个宽度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我喜欢先调整到整个 整个是 就是满板符合四双大小 如何去调整 符合四双大小 所以在版面配置 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成四双大小 它就整个整个调整了 那当整个调整之后 如果这个时候 我我个人 就是看大家的一个喜好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像像这一列 我想大家应该会 直接把它给删除掉 所以就直接删除列 删除列完毕之后 这个里面存在非常多的空白 不晓得各位可以发现吗 这个空白都是我不要的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只要是出现这个空白 我都删掉 而且它这里面 还有出现一个很奇怪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个14 这个数字14 跟后面那个空白 中间有一个右上角 一个圆圈圈 所以我建议各位 我们先选到它 我们先选到这个表格 然后常用底下的寻找 先做取代就好了 把这个空白取代掉 空白 空白如何取代掉 就寻找内容 请输入一个空白 然后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就是什么都不打 然后全部取代 你看光一个小小的表格 为什么里面会塞了302个空白呢 好 是否要搜寻文件 其他部分 不要 因为 如果你有用到英文字 英文字里面 它就本身就应该存在的空白 我现在所讲的是指 表格中的空白 我建议各位是要拿掉的 还有这一列 也请把它给删除列 好 这是我个人 我个人是针对那个表格 我会来去做这件事 那 接下来 这个表格是在做 这个表格应该是内文 好 这个表格呢 通常我们会增加 那个上面要有 例如说表一 因为等一下我要做目录 它要出现 所以请你们 游标落在这个指标 指标这个 就算你不落在这个指标 也没关系 重点应该是 滑鼠右键 点选 点选这个表格控制秒 那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这个控制秒 当你在表格里面的时候 你就游标往上移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控制秒就会出现 好 滑鼠右键点 这个表格控制秒 然后点选 插入标号 通常 通常 不想要各位 你们是习惯用表一表二来做区分 还是表格一表格二 都可以 随便 然后接下来 我个人的习惯是 我插入进去之后 我才会去输入相关内容 像例如说 这个表格 它会显示放在什么地方 项目 整个项目的上面 然后确定 然后确定 那这个表格其实应该放置的内容 我看一下 应该叫做 这应该是 我对不起 刚刚刚刚刚刚那个内容是 台湾地区未来气候 然后趋势推估 复制 然后贴上 可以吗 我贴在这边 你们自己抓过去使用 好 然后接下来 各位 这一段话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表格一是这个表格的标题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其实就是这一段话 所以我们会放在表格的下面 好 各位可以了解这件事吗 表格上面是表格的标签 等一下要收集变成表格目录的内容 然后 可是 可是 通常这个表格里面的内容 你会更详细的说明 就会放在最下面 表格中可能有些数字的精确度 稍有不同 这取决于原始资料和引用 这个机器写的真的会有一些差别 要不你就取决于原始和引用资料的精确性 或者是你就写 这取决于原始资料和引用资料的精确性 绝对我们人不会写 这取决于原始资料和引用的精确性 听得懂吗 这取决于原始和引用资料的精确性 表格整理了不同情境下的数据 并且使用了简洁方式呈现出相关变数的变化趋势 其实更期待的是未来CHFGPT可以直接把这个表格的结论写出来 结论是什么 这结论应该是讲说 台风增加还是减少 强台比例增加 因为我没有去看他的文章内容 不晓得中是什么 末是什么 这样子也说明这个表格这样子的标题下的不够 例如说是不是二十四季 台湾地区二十四季 因为是未来嘛 对不对 那就是二十一四季 中与末 可以吗 然后所以在这边 那个墙台比例增加 哇是先增加 而且他这一百是指说多少年 增加一百 希望是 希望不是 希望是 我不知道他统计的 就是中有多少年 末有多少年 好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如果我们现在重视这样子一个环保物体 我们就不会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墙台 墙风 还有那个豪雨 等威胁 你们说是不是呢 好了 反正现在要开始去做这件事了 那针对这个表格 我想再跟你们讲解 就是说最多同学询问我表格 表格里面可能会塞图片 那图片大小的控制 他希望我表格是多大 图片要自动缩小 符合这个表格内容 所以图片自动调整缩小为表格大小内容的控制 好 那这个 例如说 我再做一个表格 我先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两栏三列的表格 插入两栏四列好了 三栏四列 请插入一个三栏四列的表格 好 例如说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边假设 我把这个栏宽调整缩小一点 然后 这边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往左边搬 我这边要放两张图片 我这边要放两张图片 一个是比较前 或者是这边我就放什么 二十二十一四季 四季中 二十一世纪末 不过很抱歉 因为我们的课程 并不是要教你 如果教你 如果教你 我就可以请他去 帮我生成 台湾 二十一世纪中 即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图片 听得懂吗 我就去装那张图放进来 好 他做得到 好了 那我现在呢 可是A局做得到 A局里面的冰雀做得到 好 我们来玩一玩 那个 TripperGPT 他会说 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我没办法生成图片 可以吗 而且他只能 只能呈现 2021年9月之前的资料 之后他不提供 那我现在要他呈现 二十一世纪中 也就是2050年台湾的样貌 你觉得他会帮我生成吗 首先他是文字工作者 他不生成图片 第二 时间不符合 他也不生成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我就用 A局的病 来秀一下 可以吗 请 请深层 一张 台湾 在 2050年 时候 的 那个 地图 地图 哪里有 骗我 我会尝试创造一些 台湾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到 正在产生 正在产生 好 听得懂吗 这个是TripperGPT做不到的 对 这一点都不像台湾 这一点都不像台湾 BingChat 这个是Bing 这是Bing Bing浏览器 我现在在A局里面 A局是一个浏览器 对不对 他把他的搜寻引擎叫Bing 他再把Bing里面的TripperGPT 叫做Chat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反正到处去命名就对了 为什么 有名字 到时候你才会记得住 好 那既然 有了这一张 我再去生成 2050 而20 2100 好 再生成 一张 2100年 时候的地图 我再生成 你可不可以请他绘制出金属中心logo十个变形 他就帮你生成了 听得懂 金属中心不是有一个logo吗 对不对 例如说你告诉他 请把它做成更加的 例如说我要放在做环保宣传 然后如何把金属中心的logo设计得更加环保 对不对 你不会设计嘛 你再重新去念师大美术系 不晓得要念多久 可是你只要在这边打几个字 下正确指定 他就做好环境了 那你要不要 那就另外一回事 好 我现在我重点是要把这些图 放进去我的表格 可以吗 好 所以这边是2010 我先另存 复制 复制以下 我先复制以下 然后接下来在表格里面贴上 贴上 好 可是我想要请你们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的表格的宽度只有这么宽 假设我的表格只有这么宽 就是它会发生一件事 会自动扩大我的表格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表格 我刚刚找到的图片 复制 影像 然后回到我的表格 贴上 它有没有自动扩大 有吧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希望表格的大小 表格大小是固定 不要动来动去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去请你们用滑鼠右键 点选表格控制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表格内容 请把针对表格的选项 请把这个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关掉 表格就锁定了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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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现在我要把这一栏稍微缩小 这一栏稍微缩小 好 当我现在 当我现在我将图片插入进去 我们去看第三张图会变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三张图片复制影像 然后贴上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会把图片缩小 了解吗 就是我们在那个做 以前用word在做 你们应该很久没有找工作 可是那个 履历表的右上角 是不会放一个自己的大护照 对不对 好 那个时候就很需要这个功能 好了 然后第四张图片 复制 影像 贴上 然后第五张 然后第五张 复制 影像 贴上 第六张 复制 影像 贴上 第七张 复制 影像 贴上 贴上 第八张 复制影像 贴上 那所以刚刚这一张 剪下 贴上 重新做 刚刚的上面 复制影像 贴上 复制影像 贴上 好 然后 然后 请问一下 假设当我今天 我把这个栏 稍微 拉宽一点 这个栏 拉宽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不会跟着 去做一个 就是 大小的一个调整 可以吗 因为那张图片被 拿进来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 就是图片大小的 控制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办 这个快速点两下 假设我把 它的一个宽度 它的宽度 设为叫做 4公分 4公分 然后 这张图片 点到这张图片 F4 它是不是也变成 4公分 然后 点到这张图片 F4 F4 你要知道 F4它可以套用 上一次的格式修改 可以吗 这个 只是快速键的一个使用 然后 最后呢 我 我个人会比较 倾向 会把它 就是 做 我整个的 至中 整个这个表格的 至中 因为当我今天表格 不用那么大的时候 还有 这个表格 它可能会 跨页 所以 表格的 跨页 标题 重复 重复标题列 可以吗 这一页 它这样就变成 没有跨页 好 当 假设 假设 这地方 我再多增加 刚刚这边 要标题 表格 对不起 假设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的 标题列 选到它之后 重复标题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 这个标题列 重复了 好 这是 可能各位 要稍微知道的事情 那 通常 我个人 习惯 我比较喜欢 把它设定成 一致性的 就是 所有的表格 我都会用 一致性的一个色彩 然后 接下来 再去做 再去做 刚刚介绍的 这个 版面配置 自动调整成 视窗大小 然后 针对这里面的内容 我就可以选择 自中 这个 版面配置 选择 自中 这样子的话 我的格子里面的内容 它都是放置在 中间 那 以上是提供给你参考 你如果说 在制作表格的时候呢 大概 最多人会遇到 是这个问题 那 我最后 我这边 因为 还是要做表格 所以请插入 标号 它叫做 那个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 中 与 末 的 台湾 地图 好了 那我想 我们 做完了 这个表格呢 可能在这边 我们要暂时先休息一下 这一堂课的一个结论 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亮点 首先 我们知道了 就是单译的验证 然后 接下来 我就跟各位介绍 它可以很棒的去做 TRAP GPT 可以做很棒的资料的一个整理 然后 再来 因为长文界 我们会有一些样式 字式样式的 一致性设定的标准 我也跟各位分享 这个样式的功能 以及 就是 在表格里面 它可能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也都跟你们分享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有提到这个 多层次清单 这个多层次清单 它真的就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地方 将阶层连结至样式 这个设定 不要忘记了 我想你就应该很容易做到正确 好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3点10分 进教室 我看一下线上有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线上有没有问题 有那个命的卡 没有那个 没有另外的夹桶 会比较轻爽的 好 因为这个要麻烦 帮我 写一下 签个 然后这一张 还要写 信号 你可以救我笔 比方有我 这边吗 对 签一下 好 所以我签了前面还是后面 然后其他资料我再帮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再过来一点 好 靠这边 这边那个 不要动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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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就是我讲一下 就是 我打的事情 我搬必过来的英文 因为我已经要求 看jestius最好enti反意 对不 可以帮他 我会在 丢了其他一种 其他 panty中文 而且要是最好的 ok acta 比较麻烦 那我是不是有那個翻譯中文的詳細嗎 我要跟原本來去做比較 請幫我比較比賽兩段 第一段就是原本我翻譯的那種翻譯中文 第二段是有英文翻回來的翻譯中文 然後就他們也會講說請比較這兩段的差距 並調略中文他就會告訴你 那你一定要看到說他會說這兩段誰比較好 如果看到這樣的結果就代表他翻譯好或不好 那一定要看到這翻譯後 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一年一樣 那就代表他的英文翻譯去過一個難 一定要看到這句話 因為他真的有時候他的翻譯跟你所想像是不一樣的 但你一定要記住我剛剛講的翻譯 他會受限我們給他的使用 第二層沒有色 所以有些專有的意思 我會刻意加環體 然後第三層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限制他第三層的使用 對啊我第三層有色啦 但是第二層色的時候他就給你用 你覺得那一邊就有一點點 你覺得那一邊就有一點點 有所以你覺得 你說這邊就有一點點 是 你覺得那一邊就有一點點 就是 你這樣把這一段 這一段 假設這一段是原文的一面 對 然後就直接去 然後你跌到 去 但第二層的不停 你沒有去哪 你這個 你現在就不想要怎麼用 你去第二層 那不是傳體中文 第二層的比較不一樣 你跌到一邊就去哪 你覺得這上面是誰 你看變更 變更去哪 我會說 我會說請翻譯成 我怎麼直接變更 那不是這一段是要翻譯成 對 然後 嗯 這是什麼 我 那我看不到上面 那我想說 先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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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最後那個表格 我的意思是說 這邊我就會把這半音樂說起 這其實是 我其實有 這個好像還沒有做完 還是要用這個 有幾張 因為我這樣 這樣通過 用做那個法律斷出來 原本有的不是公立法律的 原本就是公立法律的 這個不是公立法律的 只會出現這個斷略的 就是公立中文 因為你要是寫中文 它會變成簡易 然後你追追上 追追上就有可能 然後你會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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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第三層這次 因為它是自己出現的 就第二層你也出現 但是你關於方式是因為手動 然後我會把 它是在翻譯出來 變成我的第二段 這是我單獨後的翻譯中文 跟我原本 請它單成英文的那個翻譯中文 放在第一段 然後 還是剛剛你再註下來 這個差距先進去 比較像出現斷略的註號 然後放那個原本原始的翻譯中文 再放 然後 然後直接 直接 直接 它就到 到底 單桿 這邊 其實你到上你可以去看影片 今天都有錄起來 OK 嗯 那些相關 是 你有學學的 不是 這是 過度運動嗎 是 過度運動 嗯 嗯 因為 因為 這個是 文學管 過度的 這個 因為你覺得這個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 就一點都不像 這 很像那個 文學管 暴力 這個 是什麼 這個 其實我也不曉得 現在有很多 很奇怪 不好 對 你有這件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正常的應該是 像其他地方 這個一點都不像那個 是因為過年 都不像 對吧 你應該像 比如說可能前幾天 也不會有 像 對 你應該像 比如說可能前幾天也不會有 我想 對 我去一下 測試 應該就這個問題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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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還可能 是不是 還 就 我沒有不信心打開來看 真的沒有 我剛好在上面 我那邊是加到最後不夠加的 哈哈哈哈那也不錯啊 喝舌血奶 超香啊 那很久了 編輯那個以前我已經弄了 現在我已經弄了 現在 沒用了 我也要迴響才能夠 還要研究一下 謝謝 我已經上到4點半對不對 是 可是 你會看裡面知道有沒有鳳梨 它雖然叫鳳梨冰彈給我 那一杯剛好沒有鳳梨 我想知道忘記放 那有什麼關係 只剩要查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水果 現在的水果 沒有一項不平 所以這都是不好的 哈哈哈哈 偶爾喝 開心一下就好 沒有 白天可以吃水果 晚上睡覺前的點 千萬不要 不然台灣的水果其實太 太甜了 有嗎 他這邊有放風 有 那就算是 對啊 兩個家產 剛好都不需要加太多 是 像那個查理王他最近推出這個 四季春茶 而且多五塊 這個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我現在我只能喝五糖 因為我血糖飆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糖化學次數太高了 好事情 我問醫生比較快 我們那邊都是醫生 其實就是 那些文獻的這種東西 它希望幫我們製作略出了 嗯 可是你知道我們 有可能它只是一個 關鍵字 你可能不可能做 他就把它抓住 是 可是其實像裡面的內容 可能是插冰箱而已 嗯 他只是 控制有沒有帶他 這個 他所抓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有 可能這樣的機率 當然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因為 他不做任何責任 他只管深層 他只管深層很多很多 你自己要去過濾 對 但他的深層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 像有別的 TRAP GDP 他是這樣做 他現在只有給你一個結果 你不喜歡就 regenerate 那別的 他會給你三個 你要從三個選擇一個 你最喜歡的 嗯 但他 他 他只做 因為他是機器人 對 他忠實的 按照你下的指令 給你 對 他不負任何責任 好 當然知道 謝謝 因為我就想說 他那文獻有可能 幫我們用門弓掌 都可能是擦邊緣而已 對對對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 你要請他找的論文 應該都很好找 因為你的研究不可能是一個 對 所以我建議你多下幾個關鍵字 會更好 例如說 氣候變遷 這個議題沒錯 但是我要 碳 排放量 計算 好 這樣兩個 T 在那邊去做搜尋 他可以更精確的找到 有啊 其實 其實他 這也是我去看他的操作 他比較傾向建議的 那 像State by State 還有像 最佳解答 這個你不下無所謂 但是你下了會得到比較接近 對對對 那我要繼續囉 因為 因為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好 因為時間也蠻寶貴的 但是其實不曉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雖然說長文件製作它很重要 但是 我是期待 希望說 你們要了解這個Chief GPT它的一個搭配使用 例如說 像我剛剛 我 我覺得 我覺得 假如你的論文 假如你的論文 你是在寫 2001到2100台灣地圖樣貌的變更 假如 假如你在分析這件事 這都是一個很不錯的 的一個議題 那你這邊你算有很多的圖片 可是你接下來你一定要花很多力氣 來去講說這張圖片跟這張圖片到底差在什麼地方 但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就是可能再經過77年 台灣會長成這個樣子 你相信嗎 我先問一下你們相不相信 應該不相信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就是現在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那個 就是 看看用什麼方式來去影響氣候變遷 或者是減少減碳的一個運動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只是提供給你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再來去做 這個長文件的修改 我們來去觀看一下 每一個標題1 每一個標題1 它都應該是從新的一頁開始 什麼叫新的一頁 例如說好了 這個2原理它就應該在新的一頁開始 那這個3 它應該它剛好從一個新的一頁開始 那4 是不是也應該在新的一頁開始 好 那所以怎麼做到這件事 要一次性 透過一些按鈕的操作 就完成 所以做法是這樣子 你不用將游標落在任何一個標題 直接在這個常用樣式底下的這個標題 發屬右鍵點選 然後針對這個格式 點選這個格式段落 這個格式段落 因為是這個格式段落 前我就要跳到新的一頁 所以它是在段落裡面的設定 而且是在分頁設定裡 在這裡 然後斷落前分頁 然後斷落前分頁 這個斷落前分頁要打勾 打了勾之後按確定 確定 好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這邊 1 這我想沒問題 看得出來嗎 這是我們的標題 這是我們的標題 下面你還要放怎麼做著 然後單位 然後接下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標題1 它是不是從一頁開始 第二個標題1 它是不是從新的一頁開始 好來去檢查 最後一個參考文獻 也是從新的一頁開始 儘管上面還有很大的空白 可以嗎 那你這邊 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它在斷落前分頁 那你可以看到分頁符號嗎 複習 各位 我 我只是希望請你們理解一件事 這個是標題1 這個段落前我就分頁了 對吧 那請問 以科學的角度來去看 它應該要在它的前面有一個分頁符號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是沒有看到的 好 因為我們是斷落前分頁 那接下來我想要講 我想要講說 各位應該知道一件事 一本書 一本書 或者是一個長文件 它應該最前面會有標題頁 所以那個就是最像封面頁 那它握的它是排版軟體 它當然有提供就是封面頁製作 所以請點參考 請點那個插入 插入 然後封面頁 那這邊有很多的封面 請你任選一個 例如說這一個好了 例如說我選擇這一個好了 然後接下來 這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 我就把它剪下 剪下貼到這邊 貼上 那這一頁呢 我就要把它給刪除掉了 好 這邊選到它 Delete 各位請你先一定要做這件事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封面頁 各位不難去理解 這個封面頁 我還是手動 來去把它改成標題頁 好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 現在的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那你這樣去看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少了目錄 對 我現在就要教你 就是目錄 還有頁碼的製作 這是絕對是我的文書排班裡面 最重要 可是也是最多同學 花很多時間 在那邊手動編 編出來的結果 都不是很好 那至少 我教你們一個小Payphone 就是封面頁做語頁 接下來 那個目錄 做成一個檔案 還有什麼 還有圖目錄做成一個檔案 表目錄做成一個檔案 再來 內容 內容 就從這邊開始 做成一個檔案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子的話 你的頁碼 就是我現在教你的方式 你就可以不用聽了 就是你把它做成不同的檔案 然後分別列印出來 那可是我們通常沒有人那麼功夫 把它分成那麼多個檔案 所以我們要一口氣 從這邊是封面頁 封面頁完畢之後 會有一個空白頁 空白頁完畢之後 會有一個目錄 這個目錄是指這個書 內文的目錄 而且一定都是在激素頁 激素頁開始 好 那所以首先我要如何增加 內文目錄 所以請將游標移到這個 這個一 這個字的前面 我刻意把整個畫面縮小給你看 我現在是要將游標 落在這個一的前面 看得出來嗎 這個一的前面 然後請你點一下 然後請你點一下 Enter 結果 結果 卻發生了這件事 就是 這個不是應該是 那個標題一的一不見了 對吧 好 請你先將這一個 請你先將這一個段落 先改成叫做內文 這個是內文 因為封面頁跟內文 中間是不是應該放目錄 好 所以就請你輸入目錄 然後這個簡介 麻煩請你再重新點 剛剛這個段落 是不是只剩下簡介 請你再重新點它 就好了 好 那麻煩請你們現在 如何去製作目錄 所以製作目錄很簡單 就是參考資料 目錄 然後 制定目錄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會希望它呈現 三階目錄 如果你只希望它呈現 兩階目錄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三 改成 縮小變成二 那 我還是用 預設的三階 然後點選 確定 請問一下 它現在是不是就呈現了目錄 但是 這邊出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目錄是從 從第幾頁開始 例如說 簡介 應該是這一篇文章的第一頁 對吧 所以 顯然 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應該 就 不是我們預期希望的內容 好 但是我至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文章是不是有區分 這是封面 接下來是目錄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內文 當然 現在看到的第四頁也是內文 對不對 只是我會希望封面頁沒有頁 而且封面頁應該翻過來 它會有多一張空白頁 才對 然後接下來 目錄 目錄 因為 只要是任何一個項目 它都應該從基數頁開始 所以 就算說目錄只有一頁 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增加一個空白頁 那如何增加空白頁 以前我們做法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一直按Enter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因為 它是從新的一頁 標題一 是設定為 從新的一頁開始 好 所以我想這樣子設定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 你確實可以按Enter 那既然這邊你可以按Enter 那請問你 這邊可不可以也按Enter 它的Enter要在這個地方 它的Enter 它的Enter要按到這個地方 就是你剛剛 你怎麼知道這個分頁不耗 我先還原回來 好 你看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不是跳到 就是目錄 這是目錄的第一頁 然後這是目錄的第二頁 那接下來 封面 我是不是說封面 其實它應該也是有兩頁 一個是封面是有內容 一個是背面 背面是完全沒有任何內容 所以你可以將游標 落在這個分頁符號 那你怎麼看到這個分頁符號呢 你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常用底下的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這個叫顯示與隱藏 顯示定位點符號 與什麼 斷落符號 這個 右邊 往右鍵頭的這個Tab鍵 就是定位點符號 這個斷落符號 各位應該知道 這是回車Enter上面的那個符號 然後 點一下 它這邊就會出現分頁符號 你針對這個分頁符號 按Enter 好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產生了這個封面 然後這個目錄 以及內文 可以嗎 你這樣印出來 就全部它都是從基數頁 也就是我們文件翻過來 右邊這樣子 然後打開了書 來去看的內容 可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做真的很不好 你按Enter 你到底要按幾個Enter 而且很神奇的是 當你把這份文件 你拿到另外一台電腦來去看的時候 它可能會因為這個Enter 少了一個 所以目錄兩個字 跑到上一頁的尾巴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其實是很不好 千萬不要 我說過 只要你重複按五次Enter 你這時候就應該要問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永遠都是讓目錄兩個字 是在新的一頁 所以其實它應該是這樣子做 就是你可以將游標 可以在這個分頁符號的後面 你可以多按幾個Enter鍵 它是不是到下一頁 然後請在這個地方去點選版面配置 分結符號 分格符號裡面的分結符號下一頁 所以這邊我們要認識 有一個叫分結符號 分頁符號我想不用介紹 它就是跳到下一頁去 可是 當我今天是設定分頁符號 我沒有用結來去控制的話 它到時候整個都是在完整的一結 各位既然是在完整的一結 所以這裡面的頁首頁尾頁碼 它都會屬於相同的一致性設定 只有分成不同的結 例如說封面頁這個結 目錄這個結 以及內文這一結 我分成三結 我可以各自設定它的頁碼 頁首頁尾 有聽懂 所以也就是說 只有這個分結符號下一頁點它 只有這個分結符號 設定在這邊 我稍微放大一點 我稍微放大一點 現在就是目錄 是不是就是在這個地方開始 那相對的 相對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也要設定分結 如果不設定分結 這個目錄的頁碼 它就會影響我簡介 就是內文的頁碼 所以我們必須要將 游標落在這個地方 然後輸入版面設定 裡面的分格符號 分結符號的下一頁 然後記得把這個多出來 這邊是不是有看到這個分結符號下一頁 多出來的這一個段落把它剪下 好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是第一節 這兩頁是第一節 這兩頁是第二節 下面全部都是第三節 好 我們現在先來去觀看一下 現在的目錄重新整理 這個時候的頁碼會發生什麼事 各位 我們的內文 它是從第幾頁開始 好 我們封面有兩頁 目錄有兩頁 再加上 我們的簡介應該在第五頁開始 好 所以我們重新整理 滑鼠右鍵 點選目錄 然後更新功能變數 然後更新整個目錄 確定 結果它現在變成什麼 零 什麼叫零 對不對 好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 因為它真的有第0頁 什麼叫第0頁 封面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去設定正確的頁碼 進去 首先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三節 都要各自設頁碼 為什麼 封面沒有頁碼 目錄 頁碼 它是I I I 然後內文 它是1 2 3 所以是三種不同形式的頁碼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 第一個 第一個 請問你覺得要先設封面頁碼 然後再來設目錄頁碼 還是內文頁碼 答案是 我們要先設定內文頁碼 再設定目錄頁碼 再設定封面頁碼 為什麼呢 因為 封面頁碼是不用頁碼 既然不用頁碼 其實我們最後是把頁碼給刪掉 那如果說 如果說你第一個就把頁碼刪掉 第二個你會發現你又沒有頁碼 又插入頁碼 所以等於說一直循環在那邊 重複做 插入頁碼 刪除頁碼 插入頁碼 那如果你是從 內文頁碼 再做目錄頁碼 再做封面頁碼 等於說 我先把最底層設計好 設計好之後 我再去 內文頁碼設計好 我再去設計 目錄頁碼 以及最後的封面頁碼 這個順序請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首先將游標落在任何一個內文 這叫內文頁 各位應該可以理解 這叫內文頁 然後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要插入頁碼 所以當然就在 游標是落在任何一個內文頁 你可以在內文第一頁 內文第二頁十遍 然後插入底下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 那個 首頁尾頁碼 好 然後點選 點選 我希望放在頁面頂端 頁面頂端 等這個 存文字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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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應該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一頁 因為我現在 我們的頁碼 是設定在頁尾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 它是結三 結三 那每一結 它有區分 第一頁 第二 對不起 第一頁 第一個偶數頁 第一個基數頁 不曉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這個概念 因為有些人針對那個頁 就是 例如說 內文 內文 部分 的第一頁 不設頁碼 有些人 他希望是這樣子做的 但我覺得 你不用了解 這麼多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領 這個領 我個人呢 是沒有看過從第0頁開始編 那個內文頁 我們都是從1開始編 但你要知道 我是不是要去修改這個頁嗎 所以選到這個0 選到這個0 然後首先第一個要關掉它 這邊連程序都不能錯 連結到前一節 請問一下 這個叫做同前 連結到前一節 叫同前 可以理解嗎 所以請把它關掉 這個同前就關掉了 然後 接下來 這個 這個0 這個0 我會希望它從1開始編 所以 所以 現在是在頁首級頁尾 請 點選這個頁碼 的頁碼格式 好 首先呢 首先呢 我的起始頁碼 從1開始編 從1開始 而不是0 確定 再來 我希望這個字大一點 這個1實在太小了 頁碼 通常我會把它設成 就是至少12 至少12 至少12 你設成14 也可以 好 那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設成14 的時候 只是為了上課方便 讓我們來觀看 我會把 現在這個內容給 往前刪掉 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會把它給往前刪掉 那 你一定會問說 那 我可不可以不刪 因為 剛剛這個地方 你要是不刪 它其實針對頁碼的一個長度 是有 高度是有限制的 所以 我建議是把它刪掉 好 因為這是第一頁的頁尾 的頁碼 設定 那 是不是會有 這個 這個 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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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尾 各位 這個叫做 第一頁的 結3 頁尾 那你還要再去 手動 設定 這個其實是第一個 極數頁 可是 因為剛剛的銅錢被我們關掉 而第一個偶數頁 因為它是第二頁 所以 所以 我會 而且 這個銅錢 它的銅錢是指 銅目錄 的第二頁 對 這個銅錢 要請稍微注意一下 對吧 如果這個銅錢是銅上一個 那不就是應該是銅這一個 好 所以我們先把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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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我們是不是 夜首夜尾的 現在在這個地方 銅錢給關掉 然後 我們去 插入 插入 夜首 夜尾 跟剛剛的做法 一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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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這個 游標現在在這邊 把它給往前删 請把這個 2 字 稍微大小 改成 14 好 那我們再去看 這是第二頁 那第三頁 是不是就正常了 第四頁 是不是也正常了 我們現在只改完 內文夜 因為我是做最下面這個 這個樣式的設計 好 所以你現在你往上去看 我們的目錄夜 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做 內文夜 整個做完 我才可以回來去做 目錄夜 我是從下面開始往上做 所以 這邊 一樣 把 這個 第一個 目錄夜 第一個 目錄夜 的夜 全區起來 這個銅錢 關掉 銅錢 這邊 關掉 接下來呢 目錄夜 它的 夜 樣式 這個 這個先把它刪掉 選到它 然後 夜馬 然後夜馬 得勢 首先你要知道 目錄的夜馬是小寫的I 那 羅馬 羅馬 所有的數字 所有的數字 羅馬數字是沒有零 可是你這邊 起始夜馬是設零 目錄的起始夜馬設為零 所以 這邊 這邊它就會剛跳出來 說 起始夜馬必須介於一到多少之間 所以請 趕快把這個起始夜馬設為一 它等一下就會出現一個I 確定 然後請把它 一樣 我習慣是把它設成十四 還有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目錄 所以我會給它I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那個一個小寫的I 再接下來 目錄的第二頁 它是不是空白 因為我沒有那麼長的目錄 所以請問你 目錄的第二頁 內容都是空白 需不需要在下面頁馬設定 Ii這個頁馬 需要還是不需要 我個人會設定 因為說不定 因為說不定你文章 你寫完的時候 會跑到第二頁去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記得 記得 就是目錄 目錄 也就是節二 節二的第二頁 第二頁 一樣我會去 游標錄在這邊 插入頁 頁馬 然後頁面底端 選擇它 然後我會把這個 這個 往前刪 還有銅錢 關掉 這是我自己這一節 我不要參考到前面的封面頁那一節 這個連結到前一節 所指的前一節嘛 那就是封面頁 封面頁這一節 那我們接下來選擇 Ii 然後 大小射好 好 那接下來是不是剩下封面頁了 那封面頁有沒有叫做連結到前一節 當然沒有啊 對不對 對吧 他當然不會有銅錢 請問封面的前一節是誰 沒有吧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頁你只需要把這個封面 第二頁 第二頁 這邊要不要留下來 不用 因為封面是沒有頁馬的 所以就直接delete掉 既然delete了 無關格式 對吧 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的封面 就整個設定好了 這是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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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個今天課程裡面 最困難 而且你一定要會設定 好 儲存 是 是 封面既然沒有設業 那 第二頁他同情就沒有那麼少 我關掉了 我關掉了 我都不要同情 如果封面頁沒有刪掉的話 一定會問題 他不會因為封面而影響 你 這邊 我的封面 封面頁是刪掉 對 就沒有設業 對 那第二頁的部分 如果同情沒有刪掉 你會不會有影響 不行啊 我 以我個人的習慣 這個II 我是會讓它出現的 這個II 我是會讓它出現 我不會讓它消失 我曉得你可不可以了解我一次 所以銅錢如果沒有刪掉 然後夜首又沒有封面又沒有設業尾 所以II就不會出現 封面沒有設業尾 封面沒有設業尾是指 業尾裡面是空的 是嗎 業尾裡面是空的 我現在想要知道銅錢 刪與不刪的效果是什麼 那如果這邊有銅錢 那我那邊不是已經沒有業尾嗎 它這邊就不會有業尾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文件 離開業首業尾 因為現在不管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都還是在業首業尾 你怎麼知道我們現在是在業首業尾 是因為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在業尾裡面 一閃一滅 這是游標所在的位置 所以如何離開業首業尾 有幾種做法 一種就是回到這個業首及業尾 然後點選關閉業首業尾 或者是直接在任何一個內容地方 快速點兩下 我們來去看一下我們的答案 首先這是封面 封面沒有頁 所以這邊都沒有頁 再來這是目錄 第一頁有一個I 第二頁有一個II 再接下來這是我們的內文 內文第一頁 內文第二頁 以此類推第三頁第四頁 好 其實在這邊我們是不是已經做了一個 這叫自視化設定 假設你今天你這邊增加文字段落 各位你們會不會增加文字段落 我舉例來說原理 你是不是有可能透過這個經濟成長 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然後去做一個 例如說 survey 就是說去做回顧型研究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都是拿到已經發生的數據 所以這叫回顧性的一個探討 那既然是回顧性我們會看到現象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一件事情 我們才有機會直接透過這個chip GPT 然後你去提問 他會告訴你 好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只是要特別強調一下 你可能會把我現在 現在例如說我提供給你的 我接下來就不去 我接下來就不去做那個複製貼到那個 Teams的聊天裡面 我只是要請你試著有機會來去玩玩看 例如說 對不起 好 假設我現在我希望擁有一個經濟成長 帶來環境污染問題的一個邏輯說明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複製它 然後去到 去到這個地方 好 例如說 例如說 可以成長 帶來環境污染問題的原理 說明 說明 好了 就假設 假設你今天 又按照我今天早上講的那個 那個方式 你是不是要 需要去產生一些 就是 段落 那自動生成段落 我想應該是很容易去 產生的 只是 請問一下 請問 原理 原理跟 introduction 原理 你們要知道原理是什麼 原理它不是結果 原理它也不是解戒 原理是在說明說 為什麼環境 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 它跟這個環境污染 它是有關係的 那是因果的一個原理 必須要在這邊去說明 好 所以你看它這邊它就講了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我們擁有了這個內容之後 複製然後接下來就貼到這個word裡面 好 Enter 然後 我 我會用這個 這一般文字來去貼 好 我覺得為了我們上課的一致性 因為我還是要教你一個特殊功能的一個使用 所以我先把這一段文字貼給你 請你也跟我一起做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貼到我們的teams 好 那就麻煩請各位貼到這裡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個open grammar 它在teams裡面也是可以直接來去做校正的 好 這個 這個 我個人 我個人是 是很喜歡Check GPT裡面的英文的一個 就是Check的功能 因為我的英文不是那麼好 當我在寫打字的時候 它一個即時性的檢查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接下來 我現在要跟你們分享的內容 就是說你可能會一直不斷的增加這些內容 讓它的這個頁數增加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重新去更新我們的頁碼 我們來去看一下 針對這個目錄內容 各位剛剛我設定簡介在第一頁 好 我們來去確認一下 簡介是不是在第一頁 這是簡介 它在第一頁 然後第二頁 第二頁 好 原理 原理在第五頁 所以我就會希望說 它這裡面的這個目錄 它這個應該在第一頁 然後原理在第二頁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 滑鼠右鍵 更新功能變數 然後更新整個目錄 確定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正確答案了 第一頁 第五頁 好 抽檢的方式 就是操作鍵按住 按住 點選任何一格 好 看看它是不是在第七頁 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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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這個這個是不是在第九頁 好 討論 然後點選 然後點選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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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在第九頁 好 我想這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我在這個地方 要特別強調 請你們稍微知道一下 例如說 剛我在講原理的時候 經濟成長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好 的一個原理 各位 當我們今天 我們再去做那個 做一個原理的說明 請各位 一定要記住 我們不是在寫 result 也不是在寫 introduction 我們只是在講說 因為經濟成長 我們可能會用電量增加 用電量增加 這個時候會導致就是 熱的產生 然後氣體 有一些 例如說二氧化碳氣體 它會增加之類的這個原理 要在這邊講出來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從 我從chap gpp 帶過來的文字 記住 他寫的話 真的 一看我就知道 一點都不像 科學 科學 科學研究所會講的話 因為你看 經濟成長在現代社會中 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光這句話我就看不懂了 請問一下 什麼叫重要 我不懂啊 例如說 錢對我們現代生活 我覺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能這樣子講話 應該是講說 我們人活在這個社會 我們都一定要吃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錢 我就不能夠吃 所以錢對我們來說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要這樣子來去講 要把原因講出來 不能直接帶過去 這個很多人寫文章 幾乎都不講那個原因 舉例來說 經濟成長 它會帶給我們有新的科技 產品使用 然後讓我們的生活得到改善 所以經濟成長 對於我們就是現代社會中 扮演一定程度的一個影響角色 我希望說以後你們去寫文章 也要朝這個方向來去寫 好 以上是我希望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記住 我說的這句話 那我現在我要講的是 這邊你們有沒有看到 一個Enter 直接再接一個Enter 我要把它符合 就是說 我不要每次都在那邊手動delete 對不對 那如何把這個Enter Enter 刪掉 變成一個Enter 有聽得懂嗎 請問我現在是不是要把這個Enter delete掉 對吧 也就是說 我要把Enter Enter 取代 變成一個Enter 好 如何做到這件事 隨便 你游標在哪裡都可以取代 然後接下來 請在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先把它清空 尋找目標 我們要放的是兩個Enter Enter 兩個Enter 就是段落符號 段落符號 是那個paragraph 所以是 Argp 那其實在這邊你不用去背 這邊有一個叫更多 我想我們應該很少打開 就是這個更多理念 針對特殊 注意 是這個 這個理念 我要去放特殊的段落標記 一個是Argp 那可不可以再放一個 這是我要先尋找到兩個連續Argp 我就要把它取代成一個Argp 所以取代為 游標落在取代為 然後Argp 注意喔 你這裡面沒有空白喔 剛剛我最早我們有搜尋過空白 我刻意有把它給刪掉 然後全部取代 確定 關閉 好 我們現在來從頭到尾去看 例如說簡介 簡介 請問我們是不是就看不到那個 就是 這邊還有耶 這邊一定是本來是三個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例如說取代 然後全部取代 你看 還做了十個 確定 那請問你 應該不用再做第三次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說不定本來有Enter Enter Enter 對不對 那兩個變成一個 兩個變成一個 所以是不是又變成有兩個 對吧 好 你看現在我們再做取代 全部取代 還有耶 哇 那本來可能有非常多個Enter Enter 好 確定 那再做一次 那再做一次 我看到到底在做哪裡啊 是不是最後那個段落 對 對 我前面 對 我前面 對 我前面這邊 我剛剛是不是按了很多很多個Enter 是的 是的 沒錯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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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定要到這一頁 好 我們再去看 縮小 好 所以這邊是封面 封面的背面 接下來是目錄 目錄的背面 其實 這個是 內文目錄 那我們還有表格目錄 對不對 所以順便教一下 假設這一頁 因為只要是目錄 我們都從新的一頁開始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就放表目錄 那如果你有內文目錄 土目錄 表目錄 我們是按照這個順序來去放的 那請問你 附錄 有沒有目錄 如果你今天你把附錄 是做在新的一個檔案 你可以去做附錄的目錄 不然 我們其實會把那個附錄裡面 如果有很多很多 我們會放在原 原本的這個目錄 繼續邊 就是 例如說他這邊 他會出現那個 例如說八 附錄 然後 第一個附錄是什麼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以此類推 而且 有些人的附錄更厚 可是他會要求 附錄必須要放在本文的最下面 只要放目錄就好了 所以 因為他在這裡面找不到 所以他的頁碼會呈現什麼 他在這邊沒有頁碼 不曉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例如說 在這個地方 我就會出現 出現 例如說七 附錄 對不對 然後可能會有什麼 附錄一 邊邊邊邊邊 然後你只要放一個頁碼 對不對 所以這邊你會放什麼 我是放降見附錄 降見附錄 各位可以了解嗎 那個頁碼沒有頁碼 因為他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放在這一個正文裡面 所以你如果說要去看他的頁碼 請去看附錄 這邊我來放的是表目錄 因為我這裡面確實有表目錄 然後接下來 這個地方不是目錄 這個地方是 插入圖表目錄 在很遙遠的地方 很遙遠的地方 好 那因為我剛剛我只有做表格 表格一表格二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選擇表格 然後點選確定 所以我們這邊是不是有表格一表格二 好 所以這個內容就提供給你們參考了 那通常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其實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射到這麼邊邊 我喜歡稍微 稍微搬到左邊一點點 我不喜歡他 甚至這個表目錄呢 我會習慣性的去設置中 我比較喜歡這樣設定 因為這樣子他不會列印出來這些 這個enter的符號 好 那以上只是提供給你們參考 所以我們這邊有圖 有正文目錄 有表目錄 那記住 表目錄它是放在參考資料裡面的 插入圖表目錄 那其實差不多講到這邊 這份長文件應該也都設定好了 我們再去從頭到尾來去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封面 解決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之間問題的探討 然後接下來可以看到這個目錄 以及表目錄 正文的開始 正文從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好 以此類推 請問講到這邊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詢問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其實我們同一個單位 我們會希望說大家產生出來的文章 應該希望都要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格式設計 舉例來說 那個 標題一都要從新的一頁開始 而且字體全部都是用標開題 類似像這些的設定 所以 我先把這個檔案先另存 請大家先把這個這個檔案 這個應該叫做 就是那個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好 我習慣都會壓個日期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呢 這個檔案 我就先 關掉 請注意喔 你們這個檔案放在什麼地方 你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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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是放在我自己這一個教學目錄底下 所以我知道 這個檔案來自哪裡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就要請各位 自己打開一個Word文件 打開一個Word文件 然後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 請到 這個 Trip GPT 好 那我自己來生成好了 我換一個議題 換一個議題 其實我不太曉得 金屬中心 你們會 常常寫的一個報告會是什麼 好 例如說 那我還是講一個交通 交通 假設我想要去做一個交通意外事件的一個調查報告 你定一個就是 防止交通意外 因為 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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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確保 個人 身 安全 的研究计划 并栽药出大方 假设我又再拟定了另外一个研究计划 然后接下来因为是研究计划 所以它有一个result是预期成果 好 那我就先把这个内容复制给大家 好 就麻烦你复制 复制这里面内容贴上 可是我等一下我会希望说 这里面的一个样式 其实是我套用我之前 我已经做好的气候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探讨 那一个档案的样式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整个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我的新开的这个word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是我的标题 然后这是我的标题一 然后研究目标 假设我先设标题一 研究方法标题一 接下来预期成果标题一 然后我把这个数据分析叫做标题二 这个用GPS Enter 这个我也叫做标题二 这个叫做标题二 文献回复标题二 好 那各位 这个符号我先把它给删掉 删掉我的做法 不是按那个backspace 我是用取代 可以吗 一次我就做完了 好 我现在希望说我的这个内文 我的内文是什么 是标题 还记得十四字形大小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看怎么做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里面的内文标题一标题二 我就要用原本就是那个档案 它规定成什么样子 我这边我就要整个直接套用 不要再去射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一定要会应用这件事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 首先在常用底下的样式 就是这个地方 你绝对不知道 它藏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在最下面 最下面 好 第一个 新增样式 不是搜寻样式检查 不是管理样式 还有选项 所以应该是管理这个文件一档案 的样式 对吧 这实在是很难联想 好 点它 然后 接下来 我要用汇入 汇出 也就是汇入的方式 这是 这是我现在这份文件 这是我想要去参考的那份文件 所以我先把这个参考的 nomo.botm关掉 然后开启 我是放在 我的 我自己知道 刚刚那个档案 我放在哪里 一词别基教学影片2023底下的这个 那你会说这里面一个档案都没有 可是我刚刚明就放在这边了 那是因为这个负档案 负档案我一定要切换 变成什么 变成所有档案 你看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就是 咦 跑去哪里了 我用详细资料 我刚才存档的 这一个 这一个 可以吗 这一个档案 我确认一下 我确认一下 好吧 我这边我现在取消 应该是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档案 一碟底下 这个教学影片2023底下的这个金属中心 然后把它改成所有档案 所有档案里面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这个 因为我记得我有加日期 然后 还真的不是 那我刚刚存到哪里去 我看一下 我刚刚存到 对不起 我存到 那个 我的文件里面 我的文件里面 9分钟前 有看到吗 好 不好意思 我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好 这是这个档案的样式 我要透过这个管理样式 汇入汇出 然后把右边 把右边这个是我要参考的样式 把它整个覆盖 覆盖原始的 覆盖这个文件一 好 所以关闭右边这个档案 再开启 那我是放在文件 文件里面 有一个 C别 使用者的 Can 底下 文 文件 文件跑去哪里了 对不起 要所有档案 对 要记得 所有档案 所有档案里面的这一个档案 4点17分 我做的 然后把它打开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样式 我把每一个样式复制 复制取代掉这个文件一 文件一原有的样式 全部解释 然后关闭 我们现在去看 这个是不是标题 这是不是一 有看到吗 然后这是不是内文 然后这个标题一 它是不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然后这是第二个标题 从新的一页开始 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们通常在投稿前 为了尊重那一 journal 他的格式要求 我们都会跟他要这个样式档 所以请把样式档给我 然后我们只是套用 那套用就是我现在教的方法 好 我想时间也过得很快 我们稍微回想一下 我们今天就是后面 后面 主要在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回到这个 我的文书排版 它几个很重要的观点 各位一定要会 举例来说 常文件里面的页嘛 它真的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可以手工在那边去 设这个插入多少页 那接下来 下来就是 当我们今天我们做好的这个样式 一定要给其他文章可以套用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各位一定要学会 因为我们要创造金属中心那个文件 标准格式 好 也许你们会希望每一页都要 在某一个地方 放一个金属中心那个logo 都有可能像那个 学校的学位论文 它就是中间要放一个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那个很大的那个logo 好 以证明说 就是类似像别人讲的浮水印 好 那我想浮水印 其实以前 你如果有机会 你就去搜寻我的影片 都有去教这些东西的制作 但这都不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我们从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 或者文书遇见训练TRAP GPT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分享了TRAP GPT 它是一个生成很棒的工具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重新校正 而且按照我们基本的逻辑思考 来去改里面的文章内容 其实你会发现机器写出来的文章 你一定要先去思考 它跟我们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软体 它一看就知道这是机器写的 好 那我今天我教你是正规 就是说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 尤其是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训练这两个字 因为TRAP GPT 我想你们听到不要再听了 但是我为什么刻意一定要放训练 这样理解吗 也就是说我把训练的定义 定义成你要会下指令 去训练它 那出现的结果你要会去验证 它到底说是对或不对 如果不对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再训练 所以在这个课程我就把它着重定义在说 当我们调整好我们的相关训练之后 我们怎么样结合Word文书排版 也就是将自动生成的内容 经过Word它最强的文书排版来去呈现 变成一个长文界 以上是我就是诚心的推荐 让你们能够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一个研究计划 或者是长文界 这就是今天课程最重要的地方 好那我想我们的课程就先暂时上到这边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再欢迎你就是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